主要季节啊是我们北地的水果呀之类的,煮汤子呀之类的。 以前去到有些县城买水果,可能要走两个小时左右,现在半个小时左右才到了。 主要是角头方面吧,还是要角头也好。 不然的话,你拿的东西出去,路不好,危险啊,还有外面的人一击不了,是不是? 我们钓钢粮的时候,下面这些防护品的全部做好了,从这个位置,钢粮底下到金沙江水边,340米左右。 包括一个螺丝钉掉下去,什么都看不到的。 我们要把这个钢粮放平准,相当于就是姿态比较稳定,高差不能超过50公分。 超过50公分就有安全风险。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,现在从我们村子里面到县城,刚开始都没拖拉机这些的。 那个只有,那个叫马车。 那个叫马车。 ņ独符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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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熬符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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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